疫情延烧 全国大学还有高中职以下的学校都延后开学 但是有不少中小学的老师已经开始担心下周二 也就是在25号开学之后口罩会不会不够用 还有就是开学当天光是帮学生量体温 到底是要在校门口量还是进教室前再量呢 这个SOP现在也是不明确 到时候会不会秩序大乱 那么对此有部分高中的校长表示 已经定好了SOP的标准作业流程 老师跟学生互相配合就不会有问题 但是呢还有一些突发状况该如何应变 例如说学生进去的时候呢是没有发烧的 但是上到一半突然发烧了 这时候该怎么办 还有呢就是老师遭到隔离 师资又要如何调度呢 其实这些问题啊校方现在呢也都拟好了阴影对策 你可以学习这位学姐 透过小小荧幕云端教学 武汉肺炎疫情延烧 全台中小学还有大学都延后开学 不少考生刚考完学测 想问被审资料怎么做却求助无门 校方找来大学教授开奖做教学 只是眼看开学在即 有老师担心疫情会不会造成学校混乱 甚至交叉感染 我们自己是老师也会担心 学生们群聚感染 如果要开学这个口罩问题 这个是对很重要 最怕物资不够用 更怕开学当天光是帮学生量体温就会秩序大乱 到底该在校门口量还是进教室前再量 SOP究竟是什么 量体温这件事情是设定在教室 每天学生会有一个量体温的总表来做登记 以中轮高中为例 校长表示因为学校人数多 所以会使用班级测量方式 但额温腔短缺 虽然已经订货 但还要等到三月才会到货 校方只好动员老师带家中额温腔帮忙 有一些状况的话 那我们当然会先把它做一些隔离 那么我们目前也在制考一个隔离的定点 教育局强调 若学生有发烧或呼吸道症状 就不该上学 如果是到校后才不适的同学 各校会规划到健康中心或是空教室休息 也通知家长来接送就医 一旦有老师遭到卫生单位隔离 校方会启动代课机制 但人数多的话有部分学校会采用云端教学方式 在线上教学 面对开学挑战学校不敢大意 这红圈林一星台北常常报道